我是赵绍康 欢迎来到赵绍康神的现场 特别股市现在下跌6点 下跌6点 刚刚还涨0点几 下跌6点 不过上礼拜五涨得不错 上礼拜其实台国都涨得很好了 上礼拜五涨91点 31点涨0点 77个百分点 美股道琼 小涨3点 上个星期我们看美股四大指数 道琼 NASDAQ S&P500 非常棒的小涨小跌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欧股英国涨很多 英国涨1.1% 大概因为选举的关系 法国 德国都中涨0.5%左右 天气 就是我刚刚在看英国 英国股市大涨1.1% 这次看起来是老人打败年轻人 这是选举 现在很多地方选举都是世代之争 上次我讲过 川普之所以打败希拉蕾 就是因为年纪大的人投川普 比投希拉蕾多10个百分点 那当时英国办脱欧公投 老人都赞成脱欧 年轻人都不赞成脱欧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希望到处工作 我是欧盟 我在欧盟 欧洲任何国家我都可以工作 我的范围就大了 而且国际银行 欧洲银行会到英国去 所以我的工作机会也多 但老人不一样 老人觉得说 英国以前日不落国 大英帝国 多么光辉灿 你们就搞一个半天 现在跟欧盟搞一起 算什么东西 还处处要听欧盟的 受什么德国 法国 受他们管东管西 很烦 所以老人烦也不用 找什么新的工作 就觉得说 我们英国自己来 不要管什么欧盟了 等等 因为你还有受到欧盟 很多法令的限制 所以年纪大的人 当时又主张脱欧 那这次选举 看起来又变成这样 因为现在 新的英国首相 就是要主张脱欧 而且很强力的 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要脱欧 所以呢 大选的结果 完全颠覆了民调 我在想说 为什么民调 民调是不是也做不到老人 还是怎样 民调认为说 保守党这是 过半都有问题 就选下的结果呢 哇 离过半赢了那么多 被认为也等于是 这个老人打败年轻人 所以呢 很有意思 现在就变成选举 是老人要去投票 年轻人投票 他比 那英国选后的股票 市场大涨1.1% 也大概是确定了 很多时候最怕就不确定 管他拖不拖 你确定 确定大家知道怎么办 天气 中央气象局的 12月16号的千区预报单 是说 今天10月16号 明天10月17号两天 台湾各地及澎湖 金门马祖是 多云到晴的天气 日月温差很大 清晨中南部地区 永远有局部或低云 会影响能见度 16号 今天16号的风 是偏东风 西半部地区 位为被风 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积 午后 中南部地区 受光化学作用影响的 臭氧能度容易上升 宜兰花冬 品质空气良好 北部竹苗 离岛普通 中部云嘉南高屏 橘色提醒 云嘉南局部地区 短时间可能达到 红色警示 要注意 当然也有专家讲 说我们这种 预测或是报告 不是那么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用平均值 有时候会累积 今天温度北北季 18到29度 最高到29度 那么高 快开夏天了 早上还没那么高 我出来的时候 大概车上显示22度 所以衣服很难穿 穿少了吗 凉 穿多了又热 18到29度 陶珠苗15到26度 中张头16到27度 云嘉南17到29度 高屏18到29度 所以今天北北季 跟高屏是一样 都是18到29度 那这些地方都是零 降雨距离不下 宜兰17到27度 花莲18到26度 台东18到27度 降雨距离都是10% 外岛16到23度 降雨距离零 好吧 我们先来讲讲今天的 拥抱希望传出爱的 意卖产品 拥抱希望传出爱 2019年 用爱深耕加艺 公众意卖 那今天要 意卖的商品是农存香 提供的农存香低基金 21包 每包60克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极选 非常非常非常精选出来的 万分之六的上等黑鱼 土公鸡 土公鸡 黑毛 而且呢 万分之六 一万只选六只了 以最高标准 低量除全台湾浓度 与纯度最高的 极致低基金 每一滴都是简单原味 却是不简单的美味 又好喝又有营养了 遵循传统古法炼制 之才第一道粗脆精华 将多余的优脂滤除 只保留基金原始胶脂 小分子蛋白质 氨基酸等营养 够讲究 够专业 所以呢 它能让原味 耐人寻味的 原味就好吃的意思了 没有加一大段东西 产地公开 从农场到餐桌 制作工程完全透明 是全台湾 第一家敢公开原产地的品牌 那怎么吃呢 隔水加热 电锅加热 不可以直接微波 注意哦 不要直接去微波 有很多东西可以直接微波 你可以隔水加热 就是你放在水里面 或是你电锅加热 在电锅里蒸也可以 但是不可以微波 直接微波 微波可能它那个热点不均匀 价格原价3500块 不含运费 现在意卖价是3300块 含运费 含运费3300 义卖专线052760717 052760717 有20线 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 有义工在那边接你的电话 到底该怎么汇款 怎么产品的特色 义工都会告诉你 你也可以上中广网站 或是中广活动专区 脸师粉书 粉丝团查询 粉丝团 那中广网站是bcc.com 去打中广就可以了 上网 那主要呢 天主教圣母基金会 是为了老人服务了 第一个呢 他们中午都有给老人准备热食 那在冷天的时候 老人吃点热食 而且老人可以彼此聊天 也是一种快乐了 那另外呢 他们有沐浴专车 是台湾第一步引进的 日本是日本跟日本学的 到家里面去 有三个人 义工服务 帮老人洗澡 等等 这个要很大的爱心 你不相信你洗洗看 都很麻烦的 真的很麻烦 每一道工序 几百道工序 每道工序都 都要很细心 好 所以今天一卖的产品是 农存香 农存香的 低基金 21包 每包60克 原价3500 不含运费 现在一卖价3300 含运费 请你打电话 052760717 2760717 台股现在上涨 两点 上涨两点 英国工党 为了选举惨败 领袖 工党领袖 向支持者道歉 英国工党领袖 在工党上个礼拜 大选中残败 向支持者道歉 工党丢掉59席 党魁科兵 预定开年 正式宣布请知 预定3月完成交棒 所以他们说呢 当时选前就讲 如果科兵选不好 那他的选择 他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的选择是没有选择 只有离开一途 那么工党遭遇 80多年来 最重大一次败选 得票率掉了8% 就连一些传统票商 票都丢了 星期天 科兵在两家大报上 发表文章 向支持者道歉 他说不会回避败选责任 但仍然对工党 这一仗感到骄傲 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 开创性的主张 认为有一天 历史会还他公道 有可能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眼前选民 根本不理他 他必须为败选负责 非要下台不可 他没有宣布辞职 但是党魁的竞选 已经开跑 以下届议会保守党 掌握的大幅优势 工党要翻身 恐怕很难 新党魁要在五年内 收复师徒 不太容易 更不要说要执政了 就是他原来就在野党 你能够恢复 原来的习实都不错 还执政什么呢 那 还是有一排候选人 等着想争取当党主席 虽然接到的是一个烫手山域 在工党准备迎接挑战的同时 拿到30多年来 最大国会多数议数的保守党 在积极准备达成新政府的首要任务 就是脱欧 国会明天宣誓就职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来 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赵绍康 神经的现场 刚讲英国工党的党魁 被请职了 80多年来最大次败选 工党还做过执政党 这这么惨 这是政治领袖 对这个情势判断的事物 英国这次保守党 就上次保守党选人变不好 这比办数多一点 加上这个先的首相 上来又开除了好几个议员 所以在国会表决一支书 记得吗 那他的脱欧计划 在国会是被否决 他就要求说 那我们就来重选 看新民意到底怎样 其实那要三分之二 国会远通我才可以 所以工党只要不同意 就不会 他很容易就反对 他说因为五年已经选了两次 还选第三次 劳民伤财 不要 其实也就不要 他命令误判行事 因为选举的要有利 那上次是保守党无判行事 所以呢 重新提前选举一次 结果呢 选败了 这次呢 押对保了 保守党赢了 共党输了 新的国会明天宣示就任 首相江神的计划 在圣诞节前面呢 之前呢 把脱欧的协议送交国会 所以看起来 脱欧会快马加鞭 很快的 很快的就会 就会进行 那国际上有什么事情呢 国际上就是 气候 联合国的气候会议嘛 看起来 并不好 也就是说 并没有达成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国 都在杯葛 大国根本不同意 你怎么办 什么美国啦 这些大国根本就 根本不理你 那这次呢 就没有达成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碳交易 碳啊 什么叫碳交易 我上次解释过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控制碳嘛 不需要碳排放越来越多 那假如我很认真 我这个国家 或是我这个工厂 那排碳量很少 你呢 超过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花很多钱 才能减碳 但是呢 你做不到 你跟我买 就是我把我的碳权卖给你 就是碳交易 就我花了很多钱 在碳的房子上面 有很多新的客家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我的碳排得少 你排得多 那我们两个加起来 除外 刚好复合标准 所以我就卖给你嘛 他鼓励大家 他是一种 经济上认为说 可以鼓励大家 投资啦 那结果 但是很复杂 你想吗 你想复复复复复复复 当然复杂 所以呢 没有达到结论 那这次在马德里召开 联合国期货会议 结束了 经过冗场的讨论 各国代表 精疲力解 针对节制碳排放的 关键议题呢 是达成了一项 充满妥协意味的协议 要求所有国家 在明年的下一届 气候会议上 提出新的减碳目标 那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好从1995年签订以来呢 缔约国第25次集会 每次集会 每次集会 本来是要在智利 因为智利政局动荡 所以呢 一个月以前 才在决定由马德里接手 最长 在这个气候会议室上 延长两天 才达成协议 要求呢 所有缔约国 在明年英国 在格拉斯哥会议上呢 减少碳排放 提出进一步承诺 以避免地球陷入 毁灭性的危机 科学家警告 人家如果不拿出具体行动 扭转气候变迁的趋势 地球将在2030年 跨越临界点 就迈向毁灭 大家好像不太在乎 因为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还早嘛 第二个迈向毁灭 那什么时候会毁灭呢 我们都不在了 所以我管他 蔡英文不是跟李远哲说 环境保护物 什么这些气候 是下一代的事情 我们这代干嘛那么努力 我们这代好好拼经济 所以这是一个 有的人不相信 有人相信 但觉得还没那么快到 另外呢 也有人大概认为说 反正要死一起死 要死一起死 不是只有我死 大家都死了 大家都死就算了 科学家 尽管呢 在那边大声哀嚎 越来越频繁的天灾 印证 气候暖化 对人类的生存 构成壮大威胁 但是呢 包括美国 巴西 印度 大陆等碳排放大国 都反对 订定更严格的减碳目标 那只有在欧盟 还有小型海岛国家的坚持 所以呢 这次会议才做出 妥协性的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瑞斯说呢 国际社会再度错失 一个扭转气候危机的 重要机会 他很失望 就是大国 因为他排放很多 美国最浪费了 所以他反对 印度 他也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济还在起来 你是不是就压制他 他不愿意 所以大国都反对 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回来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7点 美国预备撤掉 4000个驻阿富汗的美军 美国从川普最快会在本周 宣布从阿富汗撤离 大概4000名美军的计划 美国跟阿富汗民兵组织 塔利班 塔利班已经在一周前 恢复谈判 双方都设法要降低暴力局势 甚至可能会达成 停火协议 但是华府12号暂停会谈 因为阿富汗首都 科普罗北方一座 美国空军基地附近 11日遭到塔利班攻击 导致两名平民 上命 数十人受伤 所以NBC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报道 说川普政府打算宣布 从阿富汗撤离4000名美军 目前有13000名美军驻扎在阿富汗 CNN报道 川普政府说 减少阿富汗驻军的计划 可能在本周宣布 但宣布时机仍有变数 美国如果要全世界到处打仗 在阿富汗就搞了13000个美军 很久了 这些美军是离乡背景 那边很辛苦的 鬼地方 很辛苦 老美养军处优 到了那种地方去 就像当时打越战一样 美国大便真的苦不堪言 你到中南半岛去 你就知道多热 夏天 Heatwave 热浪袭来 你真的 我们去都不适应 都觉得什么都不想干 怎么这么热 怎么这么热 只想喝冰水 老妹怎么办 时隔一年 安倍内阁不支持率 再度超过支持率 所以安倍也是 但是他已经是 有史以来在任其最久的首相了 在那边这个首相干这么久了 以前 而且还两次 先干首相下台 又干首相 然后这次做的还不错 可以做做做做 一做做那么久 主要的原因 他们好像是为了招待他的支持者 招待他的支持者去看樱花 我们不常干这个事情吗 我们立委经常招待支持者到立法院参观 或安排到这参观那边参观 但日本人大家觉得很气 那日本共同社 12月14号15号两天 电话民调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是42.7% 不支持率43% 差不多了其实 一年以来 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 再度超过支持率 而且安倍 12月的支持率比不支持率要下跌的 6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 安倍没有充分说明 他被执意用来绑装的所谓 赏英会 就是不刚讲 去看樱花了 看樱花 然后呢 最近有朋友跟我讲 到日本看那个枫叶 好美好美好美 那4月的时候樱花季嘛 也好美好美好美 非常漂亮 樱花真好看 我记得我去过两次吧 在京都 真好看 真好看 盛开的时候 简直是 简直是 真的是美 他大概就 办赏英会 大概利用公家资源 所以老百姓就生气了 土耳其 跟华府越闹越僵 埃尔段 土耳其总统说呢 又有必要恐怕要关美军基地 土耳其 可能会关闭美军驻扎的 应急立克空军基地 跟库雷吉克雷达战 土耳其对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飞弹系统 跟出兵叙利亚 美国国务院的参院 外交委员会 十一日表决通过 将一项对安卡拉十四 制裁的法案交付全院表决 所以呢 土耳其总统说 这是一项 彻头彻尾 政治性的决议 二段强调了美国不去 踏出会造成两国关系 难以挽回的一步呢 最对双方而言 非常重要 就是土耳其了 他大概两面讨好了 一起买美国 一方面呢 买美国武器 一方面要去买 俄国的S-400防空飞弹 那你买S-400防空飞弹 你对付谁呢 当然对付美国嘛 或是美国的盟邦 所以老美就很气 你要拿我东西 你要这个拿俄国东西 等等 肺癌 现在呢 在台湾高居 国人癌症死亡的首位 每年超过9000人 将近万人死于肺 而且越来越多 那医师临床观察 肺癌的个案中 抽烟 族群以男性罹患比较多 提醒吸烟师 影响最大的危险因子 要赶快戒烟 建议每年要定期 进行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 以及早期发现早日治疗 这个癌症早一点 跟晚一点才蛮远 要早一点 早一点发现 那肺癌成因中呢 医生认为吸烟是影响 最大的危险值 虽然很多抽烟人跟我讲说 哎呀 这个很多得肺癌 也没有抽烟 没有抽烟 但是抽烟还是最大 对 不是只有抽烟才会得 但是呢 抽烟的 在得肺癌里面 抽烟的比重还是很高的 其他当然还有空气污染 二手烟三手烟 环境因素 疾病史 遗传可能都会 所以要注意 那么卫福部 桃圆医院的胸腔科 组织医师呢 邱玉琪提醒 要戒烟 民众也不要接触 二手三手烟 尤其女性在厨房烹煮的时候呢 一定要打开抽油烟机 避免油烟 有家族史 就是家人 有肺癌的话 建议每年定期 进行低剂量电脑 断层检查 那每天出门以前呢 医生也建议 要查环保署的空气品质 监测网 了解空气污染的情况 那如果出现 喘 喘民声音 喘 喘有声音 胸痛 声音撒压的症状呢 就到医院去 早一点接受检查 所以我就 要再推荐了 毫无提供的 那个大千科技的PM 2.5 防埋 2.5 微粒奈米薄膜立体口罩 一般的口罩 其实挡不了PM2.5的 只有这种奈米薄膜口罩 可以戴 它不但可以过滤PM2.5 甚至还可以过滤PM0.075 99% 可以随洗 那个口罩可以随洗 就是你不需要戴个就换了 你可以洗 把它洗干净 颜色也好看 有灰色的 有黄色的 有白色的 而且它因为是立体的 所以你呼吸比较顺畅 不会像有些口罩戴了以后 那个呼吸 呼吸不过来 甚至眼镜都会 都会误误的 它不会 有专利 反正我戴的就觉得不错了 过滤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打025005563 中网服务专简 为什么每次提到费 我就想到戴口罩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以及爱心的听众朋友 那么刚刚这个农存箱的低基金 等于是完售了 非常快 谢谢大家 刚讲这个大千科技这个口罩 因为它是立体造型 所以好看 而且你那个鼻子 不会被那个挡住 所以呼吸比较顺畅 特别强调 空气真的污染很严重 真的要很注意 而且你做饭的时候 那个油烟很重要 很多妇女说我不抽烟 怎么回事 油烟 油烟非常不好 现在我做菜的时候 炒菜我都戴个口罩 那它这个口罩的好 它通过好几个检查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国家 CNS检查 PM2.5 经过台湾仿制所 TTRI测试 A级防护口罩 SNQ国家品质认证 第二个呢 交通大学 黄金文俊所 重金属过滤效率 大于95% 油性粒子过滤效率 DOP 美国Nelson测试 大于98% 微粒子过滤效率 PFE0.1 这个μm 经日本Kakon Test的中心测试 大于99% 所以它一定要 要把很多细的东西 都过滤掉才有用 一般我们戴那个口罩 那个绿色那种口罩 基本上那个就是 飞沫 你防止飞沫 你如果感冒 你戴当然好了 就是你打喷嚏 等等你不会 讲话飞沫 不会传染到别人 但是你对于过滤 这种PM2.5 比较细的细菌的 那个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你可以打电话 给到中广服务专线 025005563 了解这个口罩 你也可以直接上 毫无市集的网站 去看 它有很详细的 技术的说明 鼓励大家了 因为这个 最近知道 得肺癌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年龄越来越往下降 以前只有 年纪大比较会得 现在也不是这样子了 早期发现 如果得的话 他做这个所谓 低剂量的检查 就是很低了 就是比如说 他们很多医院 有那种什么 800切 像正经 有些是什么 600切 什么300切 200多切 等等 都可以了 其实 那个辐射 剂量已经非常少了 通常那个是做心脏的 他们就说 你不需要用心导管 出去做心脏 做肺不用 所以你做肺的话 比做心脏便宜很多了 做心脏 可能要 上万 做肺大概几千块 每个医院不一样 它剂量不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肺 到底有没有这种小 小的 这个肿瘤的 几早 几早发现 几早治疗就会好很多 我有朋友是去做心脏 他认为 他心脏有问题 一做出来 心脏没问题 发觉肺上有东西 我说你运气真好 这是运气好 对不对 他本来根本不觉得自己肺 没有症状 做个心脏 看到肺 我记得以前 那个台大医院 竹东医院 还是什么 那个院长 就一直鼓励 在那个地方 说鼓励大家 他去募了一些钱 用比较低的价钱 让大家做 曾经我记得是 台大的荣种 还是产根 反正有一两个医院的医生 就做 才发觉说 怎么那么多医生都得了 好几个医生都得了 赶快去开刀动手术 所以起早发现 否则的话 你等到一旦 什么肺积水 什么酒壳不停 什么有症状 那个都三期四期了 治疗就比较辛苦了 联合报警的一个民调了 就是民进党到底 执政好不好 这中间有各种指标 比如说 说对蔡英文 台湾的整体发展 有这个比以前好 比以前差 老百姓的生活 比以前好比较差 他都有指标了 觉得比以前好的 蔡英文执政三年 完全执政 包括立法院 觉得比以前好有13% 比以前差的29% 差不多的49% 台湾整体发展 比以前好的23% 比以前差的30% 差不多的38% 那另外满意跟不满意 不满意的38% 满意的48% 所以不满意 满意的是比不满意的 多10% 我觉得这边就看到 不管是他会选 他运气 不管国际行事 对蔡英文是有利的 因为蔡英文最高的时候 九合一选后 不满意度高达63 上任两年的不满意度 也是56 不满意度63 那是最高 满意只有20 也不过就是在 去107年的 12月24号做的 也不过就是一年以前 一年以前做的 不满意高达63% 满意只有20% 一年以后 居然满意会从 20%升到48% 不满意从63降到38%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一路 这个趋势还继续在走 现在离选举还一个月 一路蔡英文的满意度 虽然现在 不满意度还有38% 但是满意度已经到48%了 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的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国民党应该认真研究了 你的对手到底怎么回事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我觉得 撒钱 减税 撒钱 有效 不要认为没效 大家一面骂 说乱开支票 但是被开到支票 还是高兴 第二个就是整个大环境 包括香港的反送中 整个抹黑国民党 抹红国民党 还是有用的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为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刚讲 是说蔡英文突然 民调不满意上升 最差的时候 满意度只有20 现在满意度涨到48 最高的时候 不满意度有63% 现在跌到38% 当然这个东西 也有一点效果 就是你讲不好 的时候大家都说不好 你说他好 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好 他会有这种加成的效应 那到底他哪个政策好 联合报的调查说 四成三的选民 讲不出来 那么满意度最高的前三名 是年金改革一成五 维护台湾主权一成一 一成 同性婚姻合法化7% 尤其20岁到39岁的民众 有一成是最满意的 是同性婚姻合法化 40岁以上就少很多 那主权大概都是一成左右 所以这三个是大家觉得 想得到他最好的 一个同婚 一个主权 年金 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当然军官叫很气 但是也有些人拿不到的 没有这个年金 会觉得 为什么他可以 我没有年金 就造成这种所谓对立 这几个 本来你是执政者 你就有优势了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有优势 那除了这个也有 我就刚讲 撒红包送钱很重要 一方面撒红包 一方面操控主 操弄主权 只有我能够维护台湾主权 你看我年轻就看他的看板 民进党看板出来 比如说2020选举 对不对 这个台湾要赢 这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民进党赢了 台湾才是赢 民进党没有赢了 台湾就输了 这什么个逻辑 国民党赢了 台湾就输了 但是有没有用 有用 很简单 这这么句话 你认为到最后 投票那一刻 我投票之前 那个选民心里 台湾要赢 因为老公那么强 我们不赢还得了 我们会变成香港 这样搞了半天 民众都很 惶惶不安 上街头 我们会变成这样 只有民进党能保护我们 参议会才能争主权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国民党被打得 好像毫无招架之力 这讲不出论述来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论述 这些没有 那国民党在干什么 这种东西 照理讲党主席 都应该率先出来讲话 当时也不讲话 那其他的这个宣传部门 等等 好像也没看到什么人 立委呢 是个人 虽然构心 各打自己的 这些区域立委要知道 当你国民党 整体的气势 打不起来的话 你区域立委 事倍功半 你辛苦的要死 当他整个气势 起来的时候呢 一个猪都能飞上天空 当你气势不好的时候呢 叶子都飞不上去 禁止不动 所以整体 整个大环境 国民党要创造了 还有一个月 你总有一个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的论述是什么 你总要拿出一套东西来 民进党就很简单 这是维护主权 台湾独立 他就是很简单 就这样子 很清楚 你这要干什么 你国民党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你执政我投票给你 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党要做什么 不是个别立委 整个党你要带过什么 讲清楚 要讲清楚 而且这个民调也很怪 这联合报做的 说你认为 这次总统大选 有没有乱开支票 42%认为非常严重 31%觉得还算严重 11%认为不严重 那认为严重的里面 乱开控告支票严重 谁乱开最严重 有51%的认为 韩国语 这比较严重 宋楚瑜呢 其次 就认为51%认为韩国语严重 认为宋楚瑜严重 26% 认为蔡英文严重了 1% 这什么个民调啊 这老百姓想些什么 宋楚瑜开了什么支票 宋楚瑜开了什么支票 怎么会有26%的人 觉得宋楚瑜开的支票严重 宋楚瑜才出来参选 没几天 他没讲什么支票 宋楚瑜开了什么支票 当然蔡英文严重 她是执政者 她每天在那边开支票 就居然认为严重 只有1%认为蔡英文严重 51%认为韩国语严重 你说韩国语碎不碎 你说宋楚瑜碎不碎 我觉得最碎是宋楚瑜 虽然26% 他根本没改 他什么也没讲 他开了什么支票 所以他26%认为太严重 就你就知道 这老百姓的认知 有多么的 多么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你说无知也好 多么的 多么的错误 真的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实在是 我相信联合报不会作假 他做出来就是这样 那就知道那个民意 也多么乱讲一通 真的是乱讲 你从这边去看 是乱讲一通 我就讲 我当觉得你好的时候 你什么都好 当我觉得你不好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好 情况就在这边就显示出来 开支票有没有严重 严重 谁严重 韩国语严重 第二个严重 宋楚严重 蔡英文不严重 这1%认为他严重 这1%认为他严重 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这真的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内政部那个次长 叫什么名字 陈忠燕 呼吁新住民朋友 要支持蔡英文连任 而且说政党票集中投给民进党 如果投给小党 意思就是浪费 他们最近都在讲这个东西 你是内政部 内政部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 他当后来有道歉 但实在是 你这个行政部中理 已经到了极点了 之前民进党还讲 说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高雄怎么对不起台湾 因为选那个韩国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这个什么个逻辑 之前蔡英文还到台中 说台中人对不起林家龙 选你都是活该倒霉要选你不可 做不好你下台还不行 是选民对不起你 选民怎么对不起你 是你对不起选民 选民怎么对不起你 你这个是个什么 什么个理论 选民怎么会对不起你 选民有自己选择 选民可能会对不起自己 选错人 选民怎么会对不起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选民非要支持你不可 所以我现在讲这些话 我觉得他们不是 他就是整个基调是这样 整个调子是这样 所以这些官员为了拍马屁 整个调子往这边走 我们今天时间绕了 谢谢你的收听再见